五短身材小仙桃同为辅助植物的它,有哪些特殊之处呢? 仙桃种植冷却时间时间码计算10秒 种植所需阳光125,说出分类,争议性 能够恢复自身为中心,三层上范围内的植物生命值 一届能够恢复植物损失的生命值 二届使仙桃在治疗时提升目标植物的攻击力持续3秒 三届使仙桃在治疗时提升目标植物的攻击力持续5秒 世界根据实际测试结果,种植时有50%概率释放大招 大招效果,释放大招时,使以自身为中心三层三范围内的植物 进入5秒的无敌时间 装扮效果,释放大招时,使以自身为中心三层三范围内的植物 进入5秒的无敌时间,并且同时会治愈这位植物 主要获取途径,新兴证书参接,转金可获得,盘利黑剑,蜜宝等等 触摸关卡,功夫世界第11,17,24天,未来世界第11,22天 虽然常规的用法,仙桃能给植物回血 但玩家更愿意用芦荟,而不是仙桃 有时候,仙桃的使用会出现在涌动机器视频里 仙桃开大招时,能帮助植物抵御将往的踩踏 仙桃能和主小弟配合,形成一道空气屏障 无形中阻挡僵尸 咱们来实际对比一下植物本身的攻击 戴上芦荟之后 这样带来的区别,其实根本就是聊胜于无 植物总结,仙桃只是一株白卡植物 猩猩直接就赠送三阶 不必对它过于苛求,强行拿去和无尽成绩 不会一时做详尽对比 更的建议呢,依然是收藏赠送的三阶即可 想努努力,甚至四阶也未尝不可 关于仙桃的测评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万无借个测评,我是小煞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